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哥聊球 在前阵子发的一期视频中 给大家介绍一名女生 她可以用各种飘逸的姿势扣篮 看了这个视频的粉丝朋友们 也惊呼女生的弹跳力 不过也有朋友怀疑她扣的不是标准篮框 在视频的评论区也给小哥留言 为了解答粉丝疑问 小哥特地去调查一番 原来女生平时扣篮用的篮框高度是2.7米 低于常见的标准篮框 而这位女生的身高是1.64米 也就是说她想扣篮弹跳高度 至少在75厘米以上 一个女生能跳这么高 也足以见她的弹跳力十分优异 顺便介绍下这位女生 她叫王璐今年26岁 从小就喜欢打篮球 平时和弟弟一起练球 其实她最擅长的不是扣篮 而是远距离投篮 大家看看这距离是不是有点库里那位 光距离远还不够 还要难度大 最难能可贵的是 王璐的中距离和三分都十分精准 看看这单手投篮的准度 正如我上一期视频说的 可能90%打篮球的男生都比不过她 真的太准了 注意这不是剪辑 百发百中 觉得这个难度不大的男同胞们可以挑战下 再看这个高难度投篮 在中拳把两个球都投进 实在是太厉害了 背对着篮筐单手三分王璐也是手到擒来 这难度我感觉专业运动员也不过如此吧 虽然小哥惊叹的还是王璐的三分球 真是三分线外稳如狗 即使扣篮使用的矮光 但超强的弹跳 飘逸的扣篮姿势 一手稳定的投篮 都足以让王璐在女生篮球手里 出一定尖水平的存在 目前王璐在社交平台上 粉丝达到上百万之多 很多男生对王璐的球技也是十分配音 希望王璐的打球视频 也能带动更多女生参与 篮球这项运动中来 加油吧女乔丹 加油吧